美国福斯新闻发布了新闻网 宣布跟前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签约了 在节目中要来提供见解 比较特别的是蓬佩奥即将在福斯新闻上提供他的分析 这包括白天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 他首次登台的时间也已经公布了 就是礼拜五 那福斯新闻的执行长特别说 因为他是美国外交政策 还有国家安全议题当中 最受认可而且最有地位的声音 期待他在新闻的各个平台 能够做出他的观点分享